有點紅就會覺得說 哇攝影棚裡也遇到很多漂亮 就是出去的時候 很多女生就會叫你名字 你就覺得好開心喔 沒太多喔 沒有辦法 為了拉拔淚 所以我們只好生產女孩子的傷病 看我外表髒髒過嗎 沒有 不是 我像變這樣 對 我也幾次當中會失敗幾次 我就不知道可能兩次 可能是我的外表 這首真的很羨慕 好好的 就是這樣 登出你一個還蠻另類的八卦 真的嗎 我現在看到你都輕微的害羞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那片嗎 我還沒看你告訴我 就是有一個台灣的女生去日本當AV女優 然後她也是 提到說 就有跟你發生一夜寢 然後重點還不是什麼 重點她是說你就是 你到底講完了 這首歌也沒用 是誇獎嗎 很充滿 這是誇獎嗎 這應該是吧 可是就是剛才整集節目 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都有點疼心 你真的很低級耶 我特別說你們的字 因為一夜寢 他也不會說你鼻子吧 一夜寢要鼻子幹嘛 對啊所以你也抓在講 這樣很好啊恭喜你 對所以我說男藝人被獎 這樣應該是開始了吧 正面啊 對啊 這樣以後 這樣以後你去廟棠的時候 老爸上就會摸一間 老爸說 很大耶 很大 他不會這樣 他會說 體格不錯喔 對啊 他說體格不錯 在膝蓋那 在膝蓋那 對啊 然後我就說 老爸上這樣站起來 站起來不要打到 沒有 只有傳說你喜歡哪個女藝人 張玉華 對 都是我們自己喜歡人家的 張玉華 新加坡那個女歌手 欣賞人家 你都喜歡跟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的那個嗎 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 什麼意思 所以為什麼都在國外的人鬧緋文 台灣本地的女明星 沒有耶 沒有嗎 比較害羞 你覺得你沒有交女友 是要打出說 因為諧星的形象嗎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其實演藝圈大家交朋友都很正常 對啊 對 但是如果你特別要跟女明星交往 因為我們 對啊 可能就是形象的關係 大家可能會覺得 諧星真的比較難嗎 諧星比較容易吧 真的嗎 對啊 諧星比較容易跟人家當成朋友 但如果你真的要進一步交往 他就會開始覺得 可能是開玩笑 或是怎樣 對啊 所以十字路口你帶著女生 從車出去吃 嗯 你需要照顧他嗎 多少都要照顧啊 對 因為有些不是說 這是台灣的藝人 也有一些 對啊 那萬一對方臉 對方臉很臭呢 就跟他講一下啊 對啊 他會比較快見到的狀況 來來來來 諧星是真的有發現一夜情嗎 對 諧星上次在這邊 被我們問這件事耶 我要澄清 真的是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諧星也沒有 你稱讚的那個特色嗎 我覺得這純屬開玩笑 怎麼可能 我也沒看過啊 那諧諾上次在這邊承認得很爽快耶 對啊 他說有耶 就謝謝誇獎 謝謝誇獎 真的是純屬 就是朋友而已 就你們只是朋友 但沒有發生那方面的事情 沒有 他是因為看了你的片子 才想要認識你嗎 不是 我們是因為朋友 就是出去吃飯的時候認識這樣 那你們認識的時候 諾諾知不知道你拍過AV 他不知道 所以他有試圖要追你嗎 沒有吧 就是很正常的友誼 對 你上次那樣講了以後 諾諾有打電話來跟你抱怨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嗎 沒有 沒有嗎 那他這個男生還不錯啊 結果他就默默承受 因為那天其實我也很莫名其妙 那天早上開始就是 很多人就是打電話來傳簡訊 你跟NONO有一腿啊 蛤 你在說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雜誌寫的啊 然後後來自己跑去買一本來看 才知道真是 胡說八道 爛寫的 無中生有 其實滿難過的 十年前 十年前啊 對 那時候在某電視台當那個 道具工作人員 那時候其實有 有一個女朋友 交往差不多三四個月 然後有一天他就 因為那時候做道具的時候啊 有時候就是要臨時演員 對 就是人手不夠 比如說要演歹徒啊 你就上去演一下 穿個衣服跑龍套這樣子 演什麼官兵這樣 那時候這樣 那也沒有想到說要進這一行 然後那時候交往一個三四月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看電視 然後我剛才看我之前那個節目 就看到我跑出來一下又下去 然後他突然就跟我說 那以後你會不會就這樣當明星 那你不會紅的就不理我這樣 就不要我 我說怎麼可能 我又沒有要當藝人不會啦 不可能這種事情 對啊 就好好在一起這樣 反正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工作這樣子 結果後來過了幾天 有一天早上我去一個早餐店買早餐 那早餐店有一個阿桑 然後看到我說 欸 你不是 在電視上那個 裡面那個 對啊 專門在演那個搞笑那一個嗎 你叫NONO對不對 我就 紅了紅了 對啊 感覺好像自己有明星的架勢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又常常看有一些明星 比如說偶像明星他怎麼紅了啊 結果跟男朋友女朋友就慢慢 這樣疏遠 然後蛋就這樣 然後想說 欸 那我又會不會就紅了對啊 那這樣會不會是 感覺好像以後再來分手會很痛苦 後來過了一陣子 就有一天在聊天就說 欸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樣下去不知道有沒有後果 而且我現在 也事業都還沒 真正很起步很穩定這樣子 不然對啊 怕我以後紅了對啊 然後你又變成一個 一個人在家裡又很可憐這樣子 守火寡 對啊 不然分手好了 你要知道自己會紅了 你又知道自己會紅了 有遇感就對了 對 可是就 將來萬一真的很紅 會有很多女生自己主動送上門 所以先把它摔掉 就會有很多對女生會 你有更多的機會這樣子 你真的有這樣想 那時候有想過這樣 因為一開始有點紅 就會覺得說 哇 攝影棚裡也遇到很多漂亮 就是出去的時候 很多女生就會叫你名字 你就覺得好開心喔 所以 對 他這樣也是滿誠實的 對 這就是把招康熙 對 因為他只是用一個好聽的說 你以後會太寂寞 就像我們說我是為你好 所以今天才會變成這樣 OK 哪一位的老闆是 本來公司裡面 沒有生產這個系列商品 可是因為他一直把妹 所以只好生產妹用的東西 請舉手好嗎 很明顯 所以我們只剩下這個 又是小馬 好奇怪 我們今天是一個員工 這個老闆 所以諾諾是你啊 對 諾諾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我跟你說 這叫拓展客員 因為你不能 你產品啊 不能只針對某一個族群 客員 你今天帶來的員工叫什麼名字 蛤 其實他算是我的老闆 合夥人是不是 對對合夥人 他叫小偉 小偉齁 對 小偉 當時是真的迫於 諾諾的壓力 只好生產女生用的東西嗎 也可以這麼說啦 是因為每次他帶妹進店裡 結果妹都沒有東西買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最主要一開始 只有做男孩子的部分而已 就是因為妹太多後 沒有辦法為了 為了他把妹 所以我們只好生產女孩子的商品 結果妹的商品出來之後賣的好不好 剛開始出來而已 因為越帶越多了 所以沒辦法 你是說老闆每一次出現 都帶不同的妹 應該是這麼說吧 除了蔡淑貞以外 應該幾乎都有到 誰 等一下 等一下 誰啊 什麼東西 誰 除了蔡淑貞之外 其他都帶了 請問有明星嗎 很多 除了媽頭更多 你老闆本身喜歡穿女裝嗎 不是什麼東西 除了蔡淑貞之外 表示什麼 其他名模都有去過店裡嗎 你可以幫我隨便一兩個名字嗎 像佩蓁啊 好朋友啊 好朋友 對啊 都是來捧場的 佩蓁帶他們去 佩蓁還在正常 有沒有感覺上好像有曖昧的 還有另外一位是李妍錦 李妍錦給你有什麼關係 是來捧場的 不是 是你想追他 是真的啦 李妍錦是跟阿信去的是不是 不要亂講 對啊 在阿信之前 沒有 是真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店開幕他們都有送花來 那因為他不知道地方 你開店李妍錦有送花來 有 為什麼 好朋友啊 怎麼變好朋友的 怎麼變好朋友 本來就是大家一票啊 小鐘啊 張克帆大家都一起認識的 OK 所以是你沒有追到他是不是 我沒有追他啦 你沒有追他 我沒有 他不是你的Style 我追他的阿信怎麼有機會 沒有啦 沒有啦 亂講的啦 對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女裕人她們的那種 就是她穿出來那種 就像小S她穿過的衣服 可能一般的觀眾就會很想買 是真的 對… 是真的啦 對啊 所以一些女裕人 比如說她們身材都這樣 像諾亞也有帶過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宣傳的 所以明星穿真的有幫助喔 有 差很多 只要在 比如說我今天在節目上 我們明天這樣產品就賣很好 如果來講有潔癖的五位明星 我覺得Selinda 你一定覺得當中誰是最像冒充的 Nono哥啊 你進來就講啦 所以她完全不… 你的長相很不適合有潔癖 真的嗎 那你有看我外表髒髒過嗎 沒有嗎 有 你看來就很髒啊 只是來飛機 我們男生很乾淨 不是 沒關係 你應該用的詞說 看起來粗曠 對 你看起來很隨性 這樣是不是更好 所以你今天是來 你今天也是來 沒有 因為他說四個人 不好五個人才好五福臨門 我來抽人數 這邊 這樣好 這邊 麻煩軍艦 檢查什麼東西 身上有海露營 你是狗啊 你聞得出來啊 長這樣一定是吃帶毒品呢 不是好人 你不是 對 就是 啊 這也太過分了 不是 我要講一下 這我已經出到了 然後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就說 因為要出國 那時候我第一次 要去內地 要辦台胞證 然後他說要趕快 一次要交七張還幾張 然後就在攝影棚 然後叫那個攝影師 就是專門幫我們拍那種攝影師 然後找一個白色的背景 然後他就拍了 然後就趕快去快喜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晚上我就諧星 然後就 這樣 然後一拍 然後就放在那個 我第一本的台胞證上面 然後我記得 我第一次去北京 然後去 然後海關就看我 這是你嗎 我說 對啊 我要笑給他看 很正經 十次當中會失敗幾次 你說要追的女孩子 追不到 追不到 追不到的喔 追不到可能兩次 對 所以你靠的是 自己也有心願 就是說如果對方要注意到她 說 他們希望第一個注意到什麼事情 然後NONO說你第一個希望 要給女生看的是你的手嗎 是嗎 對 為什麼 因為我遇過女生說 你們好恐怖喔 好可怕喔 對 好可怕喔 所以為什麼第一個 要給人家看這個 這樣不是會讓女生有不好的 因為有的女生可能 會對這個可能會有恐懼 或者什麼會怕 所以如果恐懼 你就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是不是 對 因為你要再去克服她的 心理障礙 可是搞不好 有些人覺得很性感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手毛 有些人 那三位當中 有沒有人喜歡手毛的呢 我喜歡手毛 沒有手毛 妳可以打我先... 我是說手毛如果長在高以翔身上的話 更棒嘛 就棒了 那高以翔手背上有毛髮嗎 一根都沒有 還好 好乾淨喔 她都長到臉上了 男生有毛其實是加分 所以小腿一定也要有毛 要 一定要 她乾淨很奇怪喔 妳想看看NONON的小腿嗎 一定很多的 不用看啊 對啊 一定是OK的吧 真的 沒關係 看丁娟姐 還不錯... 好正常 其實滿好看的啦 我覺得這樣好 丁娟姐呢 我的就... 也OK啦 也正常 剛剛好 NONON的多了點 把褲子脫了 不是啦 把褲子脫掉了 OK啦 你手還滿胖胖的耶 手不錯耶 你手很加分耶 真的喔 手好好看 我一點級都打算看著那雙手 還是我放這樣好了好不好 這樣都不要算 你的手真的比人秀氣很多 真的手好大喔 而且看起來是很愛乾淨的男生 而且還滿便宜的 對 沒關係 因為你毛髮都我自己也是 很OK耶 我覺得還... 我覺得很OK喔 還不錯喔 我覺得她的身體好可惜 你有沒有覺得 好可惜 就是如果她這個毛髮 然後這個身體 是配一個什麼樣的連話 妳們是在來賓面前 直接講這個話嗎 因為她的毛髮其實很辛苦 所以我應該要幾步以上切除 對不對 我不知道耶 那像那種... 所以妳先生跟妳說 說請妳花錢 省著用一點 因為小孩的未來 要考慮什麼 這些話聽得進去嗎 其實開始會 因為她好可怕喔 就是... 她會一直講 她會打妳嗎 對 她不用打我 對 她就是那個嘴巴 因為我會覺得 我們賺錢很辛苦 賺錢是很辛苦 就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們藝人光鮮亮麗 你們對 賺錢 可是其實我們 我覺得在座搭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有時候是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出外景怎樣 對 我就覺得我們真的 工作是很辛苦 而且我們要守成 而且重點是 我們不會說我到50歲之後 我退休 我有退休 其實妳是沒有的 對 可能明天突然妳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番話 妳都跟妳太太講過了 我有跟她講過 我說我們希望 我們是以後是一起抱著 就坐在搖椅上面 不要說抱著痛哭 就是我們怎麼會 現在生活這樣 沒有好想重地 抱著痛哭好不好 所以她圍巾滿太多 為與籌謀 對 我是這樣覺得 但我沒有說 你不要再亂花錢是... 她是不會亂花錢 只是我想說 她喜歡用好東西 好的可以一兩個就是... 對 指標性的就好 有很多餐廳名單 因為... 你們不在家裡吃的嗎 有 有...很少 就例如比如說我們剛好 所以妳先生是叫妳 隨時要交出餐廳名單了嗎 就像等一下 錄完影要回去路上 她就覺得不要再煮了 也沒時間煮了 她就說那今天... 那等一下要順道去... 繞去買什麼 那我就問說 那人家麵還是飯 然後說飯 那我就要... 腦袋就要馬上說那個飯 那不是說 那我們往哪一個方向走 沿途中會經過 我就要記得那哪幾家餐廳 是OK的 萬一這家餐廳今天沒開 那我就倒大煤了 也沒有倒大煤 真的有頭大煤 然後在餐廳 明天沒有來上班了這樣 然後控制她太太的時候 會講一些漂亮話 她很喜歡在我的活動的時候呢 比如說妳今天去屏東做活動 好 她就會叫她高雄的朋友說 那個我太太坐幾點的高鐵 幾點會到 妳就去接她 接著送她去那個活動 那個地方去表演 那我上禮拜呢就... 她就派了兩個兄弟在那邊等我 可是... 我是... 妳的觀眾會以為我拍兩個 那兩個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好兄弟喔 好兄弟喔 好朋友 好兄弟 我以為是我 你今天問這個幹嘛 沒有 因為就是控制嘛 那邊有什麼控制 那妳在這個故事喔 假問...假答 然後兩個朋友呢 因為我之前有就先跟我 好久不見的同學說 我那個什麼時候要下去南部 不然我們就約在高鐵旁邊就是 有一個百貨公司那邊吃飯 然後在途中他就跟我講說 那幾點幾點 好 三點半 那個誰誰誰會去接妳 我說 接我 為什麼要接我 我會跟那個我同學吃飯 吃完就去那個表演的地方 不用 你不用這樣子 你就安排這樣子 我說可是我跟人家約好了 而且半個月前 我就跟人家講好了耶 他就說不行 你就在附近那個星巴克那邊 喝一下就好了 我說可以 妳就大概妳跟妳朋友到幾點 我再請我朋友過去 然後就接送妳 就去就好 妳就不用再坐計程車了 可是妳的朋友站在那邊 兩個就站在我喝咖啡的位置 那邊等我 連出國去新加坡也是派人接機 然後送到一個定位 然後再怎麼樣... 就是妳不能有自己的安排 對 我所有行程全部都要改 這不是很方便嗎 可是有時候就是有自己小小的小區 就比較安全 她想要自己去放鬆一下 所以她的花言巧遇是什麼 老婆 不是 我跟妳解釋一下 因為妳美得像一朵花一樣 所以呢 我怕哪一怕 妳這個花瓣萬一掉了一片之後 就不完美了 所以我要保護妳 我怕妳風吹雨淋 沒有啊 裝不裝便 雙刀 只要在這裡 好 不安 所以才可以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